那我們就開始講囉 那個同學你們應該都已經考完司法官二試了 那其實不用太擔心啦 就是說考過的就讓他去吧 就是那個 底下沒有同學上課我覺得有點不習慣耶 你們知道現在G哥坐在教室裡面聽嗎 那天考完試我人在辦公室寫狀 然後就開始很多同學寫Mail寫私訊來跟我講說 老師今年的題目真的太誇張了 行速竟然只考一題 之前不是還跟同學講說 就是你進考場的時候要先算時間 然後去規劃一下自己答題的時間嗎 那以現在這一種考試的模式來看 我不確定這個東西會不會是一個常態 我們必須先說 因為其實也只有考過一次嘛 就是司法官的二試 那同學比較關心的應該是 律師會不會也這樣 我不知道 坦白說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如果知道 我就直接把題目告訴你們就好啦 我就不用在這邊做一個什麼猜題的直播 還有就是今天開庭的時候一度大脫庭 然後我就整個臉超臭 就看著法官說可不可以開快一點 我等一下七點要趕直播 就覺得臉就非常難看 然後衝回好不容易開完 然後衝回事務所 然後趕快把東西講義弄弄 然後呢趕快就衝來獨享這邊 其實這份講義我寫的蠻感的 我寫的蠻感的 那之前跟G哥在敲那個講義的寫法的時候呢 其實本來預計是想要就是寫的簡要一點啦 那因為你們禮拜天 上禮拜才考完 然後禮拜一決定要做直播 那我只剩下什麼時候 剩下禮拜二 然後偏偏我這個禮拜 停息非常非常的冷漫 那我都是利用半夜的時間 所以難免會有錯字啊 真的不好意思喔 因為這一份講義是我剛剛就是 大概快六點的時候才做最後一次的校對 只有我自己對啦 所以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漏掉的 那就請各位多單待一點啦 因為半夜在講義很常會打錯字 請各位包容老師一下 這個解題的思路其實就是我們解題班在解題的時候 我帶著你題目看一邊看一邊解一邊看一邊解 也就是這樣子你才可以在短短的時間內 把這個答案就做一個完整的解答 最後再往後翻 再往後翻這邊有我寫的你答 有你答的部分 再往後 因為呢 大家的目標 因為第一階段司法官考完了嘛 再來第二階段應該是下週的律師考試 那律師考試這邊有做一個小小的分析啦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G哥請我預測幾個重要的考點 那這個 我只能盡量啦 就是重要的東西呢 其實你說要在直播的一個半小時裡面講完 那一個半小時可以講完的東西我們為什麼要開正規班我們為什麼要開解題班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不太喜歡在考前講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整理的這些點呢 其實都是我們上課講過的 再不然呢 就是我們辦過蠻多次講座嘛 上一次是講那個最高法院具有裁判價值的那個參考價值的裁判選 好 那個那一本講義裡面呢 我也幫各位整理了非常非常多的實務見解 所以我那時候有跟各位同學說過 你要準備行訴送法 我只講行訴這一課齁 就是說 實務見解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實務見解非常的重要 那 我上課已經整理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可以搭配就是我們講座的那一份講義 還有醫事總複習我整理了一本厚厚的判解集 這些實務見解你一定要花時間讀過並且吸收啦 這樣才注意應付考試 那至於呢 那天考完國考版都大崩潰啦 但是有很多同學就說 哪一年考完是國考版不崩潰呢 好 那 其實我覺得就以不變應萬變吧 好 因為 很多人都說呢 就是用這兩天雖然說很忙 但是我還是有在關心國考版的動向 你總是要知道 就是同學寫的感覺嘛 好 那 大多數的人覺得 好 覺得說 欸 現在的國考題目似乎有研究所畫的趨勢 那有上過我課的同學 我是不是有跟各位同學講過說 你在練習題目的時候 建議同學可以去練習政大法研所的考題 有沒有 我一定有講過啊 好 那政大的題目為什麼我們會建議同學去練習呢 因為他配分一題五十分 因為我們會建議同學的徵典很多 那你不用寫 你就這樣看看看 然後呢 一邊看一邊解 一邊看一邊解 把徵典都點出來 然後呢 再對照我們講義裡面 所給你的提示 然後去看哪一個徵典是你漏掉的 好 如果你長期都有在做這樣子的練習的話 看到這種很長的題目 你應該驚嚇程度 不會那麼高才對啦 那再來就是說 現在這種考試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是正確的 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說我的立場非常的兩難 同時作為律師跟老師 當老師我就很希望同學 不管零次前面後面 反正你給我考上就對了 那 可是當律師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欸 有時候開庭 遇到一些對照 都會覺得說 欸 怎麼這樣 有些東西 是不是沒有清楚 好 那 法官就開始提示啊 殘明啊 這 那 好像都沒有 沒有辦法去 整理事實 去分析 徵典 好 其實這個就是很多人 職業之後才會發生的問題 跟狀況啊 所以 作為一個實務工作者 我們現在都把各位當成未來的司法官 或者是律師嘛 作為一個實務工作者 會有人 你在 接一個新的案子的時候 今天一個當事人 拿著 帶著一個故事來事務所找你 好 諮詢 那 他一定是用他自己的觀點 去陳述一件事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 事實的 組織 跟結構 是要靠誰來 組合 是要靠 你們來組合啊 好 那他可能告訴你的事實是片段的 好 那這個事實是沒有經過整理的 好 必須要靠一次一次的開會 或者是調查證據的程序之後呢 才會還原整個事實嘛 所以其實現在的考題越來越有這樣子的 趨勢 好就是要你實際去辦一個案子啦 好實際去辦一個案子 好就給你一個很大的故事 那你要從這個 很長的故事裡面呢 去找出 你要先整理好 你讓他看懂 而不是說你看一看然後看完 很多同學跟我講說 他看完題目 然後發現 到底在考什麼 然後又回去再看一次 同學你們沒有那麼多時間重複的看題目 所以老師上課的時候有沒有跟同學說 你要用紅筆審題 題目看過去重點圈起來 在旁邊稍微提醒一下自己 你題目看完基本上就解完了 好 所以一樣 我還是 按照解題班的那個 代法 好 這邊有一個表格 解題思路 他的 表格的左手邊呢 就是題目裡面出現的字 跟句子 那 右邊的部分呢 就是 我在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好 所會想到的 考點 是這樣子 好 那 我講同學應該很想要知道說 題目應該要怎麼解 啦 所以呢 我們 大概 開頭講這樣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 題型分析 好 先看一下題型分析 這其實我剛剛都已經帶過了 可是 其實 其實這樣子的考法 你的寫法要有太大的更動 其實不需要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黑板的右邊 好 右半邊是 以前我教你寫的 好 就是說你看到一個題目 好 題目很長啊 早 你要找出一些真點 我相信各位同學在這個時間點 找出真點 我們都推定你找得到啦 我們都推定你找得到 不然 你就拿不到分數啊 對不對 好 所以 一開始呢 就把真點就寫出來 就是 簡單的寫 好 好 然後呢 對此呢 有論者認為 這是一個比較 中性的說法啦 你不要再寫說什麼 少數學說啊 什麼有力論證 不需要 好 反正呢 你就寫說 有人這樣子認為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地方寫 你不踩的 那一個學說 或者 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 你不一定要踩喔 好我們一直都有講過 你可以選擇要踩學說 踩實務 這個是你的自由 好我們上課都說過 你要踩什麼見解 都OK 但重點是什麼 一定要 負 理由 有沒有 這句話我講到爛掉啊 就是說 不管怎樣 你一定要寫上 本文的見解 這個是老師 過去在解題班 好已經開了兩年 都是這樣子教 好 這樣子的寫法呢 好過去國考試 OK的 相信現在 一樣OK 只是呢 現在的考試 更加強調 這一塊 好就是我紅色筆 畫的這個部分 有人說呢 這個是研究 國考研究所畫的證明 我覺得倒不盡然 難道你在當實務工作者 你就不能有自己的見解嗎 你只要有 認真的想過思考過一遍 你一定會有自己的見解啊 那別科我不敢說 刑事訴訟法 絕對可以 有自己的見解 為什麼 因為 刑事訴訟法的那個法 是固定的 好 訴訟法它其實是一個遊戲規則 所以它是一個 我們說有相對正確的答案的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跟各位同學講過 這個樹的樹幹 你把它 搞清楚之後 那學說跟實務 其實就是從這個枝幹去 做一個衍生 所以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你的樹幹 必須要非常的清楚 學者在怎麼天馬行空 學者在怎麼天馬行空 他不能背於我國的 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他頂多只能做一個修法建議 他頂多只能做一個修法建議 那 他還是 是必須要依著 就是 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去做思考 那 這樣子就相對簡單了 扣除掉那些天馬行空的學說之後 你其實只要把這東西搞懂 然後呢 你去把 具體的 狀況 然後 然後去 含射到 法條裡面 你就會產生自己的想法 而認為說 哪一個 哪一個見解 對你來說 是比較有道理的 那這些東西 你在念書的時候 就應該要做的 動作 所以才會提醒同學說 你在念一個 爭點的時候 你不要去記 假說 以說 丙說 各自 是什麼意思 我們講義這樣子 寫是一個 整理 他是結果 可是你要去想 假說 以說 丙說 到底為什麼 會這樣子 想 他絕對不會是天馬行空的出來 他如果是天馬行空的這個學說 你就不要去記他 所以呢 我們一直都提醒同學說 每一個爭點 你大概就記 通說跟實務 這樣子就可以了 沒聲音嗎 又可以 好 就是 通說跟實務 你可以不記嗎 一定要記 同學會比較擔心的是 那我需不需要去看文章 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不需要 其實不需要 你通說跟實務搞懂之後 然後呢 你把它 通說想一遍 實務想一遍 說為什麼 會是這樣子的結果 在這個地方呢 你就寫上你自己的見解 只是過去我們跟你講過說 你這邊呢 就用一個簡單的說明 並且複句一個理由 是不是有跟你講說 你如果踩通說的話 你就可以把通說或實務的理由 抄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最後再 大家跟我想的都一樣 以前是這樣子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現在呢 老師不想要看 這麼簡單的 寫法 所以你在這個理由的部分呢 就是你要 加深 論述的地方 可以嗎 好 就是這個地方 要去做一個強調 好 所以 其實你看現在 我整理出來 心智 也不是算心智 就是這種 新型態的 考法 他其實一樣啊 就是 要找出 程序違法的地方 然後呢 徵典你還是要把它點出來 然後呢 簡單的說明一下 通說跟實務的見解 然後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的意見的部分 這個地方 請你詳述 詳述的意思就是說 必須要有 這個見解的說明 加上 理由 拜託各位同學 你的理由不要是 通說才此說 實務才此說 這樣子的理由不行 這樣子的理由不行 好 表示說你就是一個盲從的人啊 通說一定對嗎 不一定啊 我一天到晚都在反對於通說啊 好 所以呢我就是一個 孤獨的 少數說嘛 好所以 就是說這個時候 你至少說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只要你的理由 是充分 而且堅實的 能不能讓出題老師接受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 你說出一個完整的 論述過程 這樣子就OK 好所以這個理由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喔 好就會非常的重要 好然後呢 一樣啊最後我不是跟各位同學說 結尾的部分都要略帶一下救濟的程序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兩邊對照起來 有沒有太大的改變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就是說 基本上你的思維模式解題的 脈絡是一樣的 只是說 在本文見解的部分變得要加深加廣的去論述 那你說這樣子怎麼寫得完 這樣怎麼寫得完 真點變少啦 真點變少啦 就是說 題目一題100分 對不對 同學崩潰雖然很崩潰啦 但是 其實這樣 相對的來看 你有更多的時間來寫 你個人的見解 你個人的見解 其實初題老師考的就是這個 就是學生在準備國考的時候 學生在準備國考的時候有沒有把 課本上或講義上面所學的東西 內化到自己的腦袋中 相信我 你考上之後 職業之後真的是一個 那個 怎麼講 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法律人 怎麼說呢 我有開庭開到就是 法官就跟你講說 這個見解呢 王哲健老師怎麼講 詹森瑩老師怎麼講 就講很多 然後呢 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本案到底要怎麼用 因為 法官你要慘明嘛 法官他很會背 那這樣子 這樣子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我覺得不盡然 那當然遇到更多的律師就是這樣 書狀就開始貼學說見解啊 然後 我還看過書狀在那個 引用出處的啊 各式各樣的書狀都會有 那個 所以就是說 你會念書 一件事 你會考試 一件事 你會 處理案子 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初題老師就是 避免 他想要說 我們在推測啦 我們當然不知道初題老師是誰 我們在推測說初題老師就是要篩選掉 這些 只會背誦 學說跟實物見解 而沒有真正 思考 這些 學說啊 然後實物見解的 理由的人 好 所以其實同學 並沒有太 我是覺得 我看到這個題目 我是覺得 沒有太 吐息 因為至少 就 我自己的課程 我都一直要求同學說 你回家一定要思考 你想一遍 你就不會忘 所以有時候遇到一些爭點 我都還可以記得說 我是在 我房間 的哪一個角落 突然間 想通了 好 然後呢 就是 你想過就不會忘 想過就不會忘 這個對你開庭 非常非常有幫助 你會看到其他律師看著稿子在念的時候 你就是 腦袋裡面有一個體系圖 你會侃侃而談 會清清楚楚 所以呢 這個都是為了你之後職業做準備 啦 所以 其實 這個 思考的習慣 你一定要養成 不只是國考 到你之後職業的時候也是一樣 好 來我們來正式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非常非常的冗長 我們從頭開始看 好來 警員P 以現刑犯逮捕正在施打毒品的假 好 也就是說這個 夾呢是適用毒品 然後呢在警局呢 批詢問夾呢 並製作筆錄 夾呢供出 是向已購買毒品 好 這個東西呢 這句話 你現在看沒感覺 好 那你當律師的人 或你當檢察官的 你一看 會非常非常的有感覺 為什麼呢 好 這個就是 毒品危害管制條例 17條 第1項 好這個我們上課有講過 供出上手 供出上手得以減刑 不知道有沒有考這個點 我看到尾嚇一跳 繼續往下看 P呢 查證之後 發現呢 以呢 是通氣犯 通氣犯 你就要有一點sense 就是說 先傳喚 並且居提 居提不到 才發布通氣 通氣可以暫時的報結 好 就是偵查會告一個段落 但是之後 如果到案之後 要怎麼樣 繼續進行 所以這個案子 如果被告被通氣 只是暫時的偵查 暫停 好 就是一個偵查暫停 並不是偵查終結 偵查終結 只有三種 有四種 起訴 不起訴 還起訴 還有另外一種 行政簽結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以呢 經 批 這個批是警員 棄捕到案 詢問後 承認 適用毒品 但否認販賣毒品 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點 就是說呢 在刑事訴訟法的 87條 部分 我今天忘了帶法條 好 87 有耶 好 87條的部分 好 就是有規定說呢 通氣犯是每個人都可以逮捕的嗎 不是喔 只有檢察官跟司法警察官 好 所以呢 好 所以 警察 可不可以為一個逮捕 這個就 有問題嗎 要去討論 好 然後呢 好 批呢 就將乙的尿液以及 插扣的毒品 送到地檢署 事前以公文選定的 醫院檢驗 這個考過啦 99年律師在司法官 考過一樣的考點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批呢 就將 以呢 隨案移送給檢察官 然後呢 經檢察官S 進行覆訊 以仍然承認吸毒 但否認販毒 這個很正常啦 通常被告都會認失用啊 否認販賣 因為差很多 謝謝 好 就差很多 都會認失用啦 好 承認 吸毒 否認 販毒 好 然後呢 S 以 以呢 有逃亡之餘 且 所犯為重罪 向法院申請 羈押 好 那這裡一定要有一個 想法 就是說 他怎麼突然間冒出說 已有逃亡之餘啊 好 你看到這邊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其實就是說 你要去審卓 檢察官 申請羈押 是否正當 必須要有羈押的原因 跟羈押的必要嘛 那 這裡到底有沒有羈押的原因 就有一個考點 埋在這個地方嘛 那因為他所 拒生押的理由 還有一個 所犯為重罪 所以你要想到什麼 式字665號解釋 那式字665號解釋 不是告訴你說 欸 重罪不可以當作 唯一的 羈押 是有 必須要怎麼樣 有101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款 的 形狀 好 才可以拒生押 好 那那時候我們不是就有講過嗎 你如果這樣子去 做 去操作的話 那你就不要有第三款 就好啦 所以這邊就會帶到一個對665號解釋的批評 然後呢 法院 尚未開始進行 羈押審理程序 以的配偶 丙呢 就未已選任 就是 辯護人 L 然後呢 這個 辯護人就趕到法院 好 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這個L的 辯護權的來源 並不是以自行 選任的 好 而是以的配偶 好 合法 所以他是一個 合法的辯護人 那L呢 到法院的時候 要求法院 先讓其 進行 交談 好 看到這個地方 我就笑了 這個不就是我上課 講的 案例嗎 只是 我當時是 要求要綠件 然後被警察阻擋 我就不知道警察 為什麼可以阻擋綠件 所以呢 好 就是說 L要求綠件 但是被法院給拒絕了 要求檢閱檢察官偵查 券證的資料 所以他其實是一方面要求 綠件 然後一方面要求要閱券 對不對 好 那這兩個 這兩個訴訟行為呢 其實是 會掛在一起的 怎麼說 就是 你在閱券之後 你看了券裡面的東西 好 那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 你針對你的當事人呢 比如說在警巡的時候 講了一些東西 Maybe你警巡的時候 沒有受委任 你是 因為看這個題目 也是這樣子 好 他在警巡已經做過一次筆錄了 是到覆訓的時候 要升壓 才受委任嘛 好所以對於 前面的筆錄 的內容 其實你並不是那麼了解 因為 你沒有在場嘛 所以呢你閱券之後 然後再搭配綠件 你可以跟你的當事人 在綠件的時候去確認 真券裡面 所講的 內容 到底是什麼 好 所以你就是 這兩個權力 是要掛在一起去 操作 才是 可以讓被告呢 他的訴訟防禦權呢 能夠得到一個保障 先閱券 閱券以後看了一些 覺得怪怪的地方 或是模糊不清的 你可以跟你的當事人 透過綠件來做一個解釋 好 再來呢 法院 不准 法院 不准 L跟以會面交談 好 這個地方 就是 拒絕會面交談嘛 會面交談嘛 對不對 好你現在要想 以的狀況 好 我們前面有講啊 以是受到批 就是 逮捕的嘛 好 孤不論 這個逮捕是否違合法 行刺訴訟法有規定 對於受 拘捕逮捕的被告 好 對於 綠件 得否限制 這個是有明文規定的 所以你要意識到這個考點啊 好 然後呢 我看一下 法院不准 他們會面交談 然後呢 偵查 券證 因為還沒有送到法院 所以暫時無法交給 就是 辯護人 越南 這為什麼 正常啊 好 因為依照新修法的規定 現在檢察官 申請羈押 除了羈押申請書以外 還要幹嘛 減付相關的 券證 並且 提付善本給辯護人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就是說 檢察官呢 需不需要把所有的偵查卷宗 都讓辯護人越南 不需要 好 就是說 他要生押 那跟生押的理由 有關的 券證 在 負在 那個 擠壓申請書的 後面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 時間上的 成本 有沒有這個我們之前講座的時候有提過啊 他要整卷 要要把那個券重新抽出來 然後呢 附在那個 擠壓申請書的後面 那這時候就會面臨到很多問題啊 撇開這個案例不說 會不會有那種 被告一大堆人 案情複雜 彼此有厲害衝突 然後呢 同樣一個犯罪事實 可是不同的共同被告 可以看到的東西 不一樣 所以他還要再進行 相對的一些 把人民掩蓋住啊 去做一個後製的處理 這個全部都是需要 時間的 但是你要有一個 那個 Sense 就是說 你在做這些行政程序的 當下 你的當事人都是怎麼樣 都是被關在裡面的 他的人身自由 都是受到拘束的 好 所以呢 好 這個就是 兩面刃啦 就是說 看起來好像比較保障被告的人權 可是其實 你在做這些保障被告的人權 你在閱券 然後你在 吸收 然後就是 在看這些券證的內容 其實 都是 讓你的當事人在裡面待得更久而已 好所以這個 這個點 你要意識到 就是這一次 新修法一個 我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 好 那 你看啊 就是說 因為 券證呢 還沒有送到院方 所以 暫時 不能給你閱券 然後呢 在檢察官 升壓 三小時 之後 好 券證 證券呢 才送到 法院 法院才通知辯護人L檢閱 所以你看這三小時 你可以幹嘛 你既不能 綠件 也不能閱券 那你就是在那邊 乾等 好所以這個東西是 你在當律師很常看到的 狀況 我們很常就是在法院外面等 啊等到 不知道 民國幾年 然後呢 後來就有人來通知 說可以閱券囉 然後就看到 律師就趕快衝進去 開始 影印啊 然後畫重點啊 然後趕快就是 一邊印 然後一邊看 然後就是很焦慮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考驗到 每個律師閱券的 速度 跟 就是習慣 有些律師一定要在那種 很安靜的狀況下才能夠 閱券啊 看東西啊 那 有些律師 看一下就很快 一下就看完了 每個律師的狀況不一樣 好 新修法 有一個規定是說 必須要有適當的時間 讓律師 檢閱這些 卷證嘛 除了印以外 你還要看嘛 好 那這個適當時間 法條並沒有規定說是多久 所以操作上就會有一些問題啊 檢閱彎 可不可以說 我覺得這個券我看大概一個小時就好 給你一個小時 那你當律師你是不是可以說 不好意思我一定要點那個 那個精油啊 放個擴箱啊 然後聽音樂啊 我才能夠進行 樂券的一個行為 好 那這個東西 在實務操作上 絕對會有問題啦 好 以我自己本身的經驗來看呢 就是 你當然要看越快越好 好看越快越好 你當下就要把東西 就快速的瀏覽過去 你就不能說你看得多細 但是你要快速的抓到重點 就是跟現在的考試一樣嘛 所以你要當一個行案律師 你說你閱卷的速度 要很慢 這樣可以嗎 這樣絕對不行嘛 所以這個速度是一定要有的 好 然後呢 三個小時之後 所以你可以稍微討論一下 這個三個小時 會不會太久 或是你覺得 剛好啦 然後才讓他來閱卷 然後呢 你看 辯護人引印資料 以及準備開庭 又經過一個小時 所以前前後後三個小時 一個小時 被告已經在裡面關 多關了四個小時 而這四個小時 好像都沒有 做到什麼事啊 才開始 羈押審查程序 好 到這邊 再往下 檢察官雖受通知 人未到庭 這個就是萬年的考點 小小的 就是說 升押庭 檢察官要不要力庭 嗎 那 條文規定是說 得到場 所以 解釋上呢 就是 檢察官想來也可以 所以不想來也可以啦 所以 在修法之後呢 這個得到場 並沒有 隨著修法 也就是 沒有任何的改變 現在的 檢察官在升押庭 要不要力庭 陳述意見 還是 檢察官有決定的權利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以稍微批評一下 說 修法怎麼沒有 順便修呢 再來 法院審查的時候呢 辯護人L以檢察官沒有將全部 券證資料交給他檢閱 然後呢 向法官議議 那法官呢 就以呢 這個 檢閱 券證範圍 如何呢 是 檢察官的 決定啦 辯護人 沒有權利 議 而法院呢 也沒有權限 檢察官 減付 所有的 偵查 券證 因此 當庭 駁回 意義 那這個東西我們稍微講一下 其實這個 都講過啊 好我們之前在講737號的講座的時候 有針對這個部分去做一個提醒嗎 所以這一次的考試其實考了蠻多新修法的東西 其實沒有突襲啊 你在準備考試你說737號解釋跟對應的修法你不念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好 這個地方就是說 偵查卷中我們都簡稱證券啦 這個證券呢 要 拿多少出來給被告的律師看 或者是 或者是 講一下 就是說 有律師 沒有律師 記得我們在講737號解釋的時候提過 好在 在 激壓審理程序裡面 之所以要賦予月券權的理由 並不是在保障 律師權 保障的是 被告在 那個 激壓審理程序的 資訊 請求權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因為 保障的是資訊請求權 是一個資訊請求權 好 那有律師的呢 就讓他月券 好 交付月欄 那 沒有律師的 好 那 就是說 有一個 強制律師代理 那明顯還沒有施行 好 強制律師代理的狀況 或者是呢 用一定的方法呢 就是 讓他知道 這邊就是可以 提示給他看啊 或是講給他聽啊 就是 用別的方式 讓他來 知道券內有什麼樣的東西嘛 好 那針對有律師的狀況 有律師的狀況 那 這個真券 裡面的券證要 拿多少出來 給律師月券 的決定權呢 在誰 好 決定權在誰 依照現行法呢 決定權在檢察官 好 決定權在檢察官 理由是什麼 你要想啊 為什麼 好 決定權為什麼在檢察官身上呢 因為 檢察官要提出 月券申請書 對不對 好 提出月券申請書 然後呢 在 在申請書的後面 就加上 相關的 券證 好就是有相關的券證就附在後面 好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 這個 這個券證呢 好 是要 全部的 證券 還是 部分的證券 好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按照現行法 按照現行法呢 只要 部分的就可以 檢察官認為跟 羈押 申請羈押 有關的 券證 再附在 申請書後面 就可以 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不需要 減付 所有的 券證 都沒有人回答我 好尷尬喔 好 為什麼不需要全部呢 因為 羈押本質上 它 還是 一個 強制 處 好 那我們之前講過啊 強制處分就是 為了要蒐集 證據 進而去認定犯罪事實 藉由侵害被告基本權 所為的處 叫做 強制處 所以這邊已經講過 你一定要想到基本權的侵害 有沒有 好 所以呢 羈押雖然很嚴重 好 那個 大法官解釋也告訴你很多次 羈押會使它跟原生 社會隔離啊 產生負面的觀感啊 種種不利之影響 他再怎麼嚴重 他終究只是一個 強制處分 所以呢 他的發動 門檻 再怎麼高 會 超過起訴的門檻嗎 不會 好 不會超過起訴的門檻啦 所以 他並不需要 讓你看到 所有的 好 所有的 偵查券證 所以你要稍來分析一下 部分給月的 好處是在什麼呢 優點在於 偵查 我們說 偵查的機敏性嘛 以及偵查先機 就是他秘密進行 秘密進行的一些 偵查 作為 可能有監聽啊 可能有搜索扣押 等等之類的 他有 在進行一些 偵查程序 好 那他揭露部分的 讓你去閱覽 他其他的 不需要讓你看 那還可以持續的進行 好 所以呢 可以確保 偵查中的機敏性呢 不會被破壞啦 然後呢 確保偵查的 先機 好 那缺點呢 好我們就沒有辦法 無法 獲悉 偵查中的所有卷 好 這個地方 黃朝玉老師 曾經講過 他說 你不給我看全部的卷 我怎麼知道他 需不需要擠壓 好 那 這個東西就變成是說 看你自己的想法啦 這樣講當然有道理 但是回過頭來 我的想法就會是 因為他再怎麼嚴重 他只是一個強制處分啊 你看 全部都看光了 你 本來你不知道我在監聽 結果你一看 發現你有在監聽喔 好然後我趕快換一支電話 然後呢 之後 你知道 檢察官就 完全都查不到 這樣犧牲的 保障了被告的人權 確實全面的保障 可是犧牲就是真實的發現 好我們講過 刑事訴訟法的 他目的嘛 那 全部揭露啊 就想反過來 優缺點就反過來 優點就是 最保障人權了 好最保障人權 那缺點 就一樣會喪失了 偵查先機 好 那影響的就是 發現真實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推出來 目前看是沒有學者寫過文章啦 但是我怎麼推 就從刑事訴訟法的兩大目的就推出來啦 這個很難啊 沒有 沒有很難啊 所以呢 兩大目的 我們之前講過的 發現真實 跟保障被告人權 這個東西 他就是光譜的兩端 你整個 刑事訴訟法的推演過程 因為刑事訴訟法這部法律 就是 在這兩個目的上面去拉扯 好有的比較靠近 發現真實 有的比較靠近 保障被告人權嘛 對不對 好比如說 強制處分就是偏向於發現真實的規定 那 監默權 律師權 就是 靠向 保障被告人權 這樣子的目的嘛 所以你考試的時候 如果想不出來 要怎麼推 你就 回到 刑事訴訟法的 源頭 就是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就是這兩端目去推 你就可以寫出這些東西 好 再來 我看一下 法院無權限得命 檢察官檢付所有的 證券 因為決定權在誰呢 在檢察官的身上 所以駁回這個律師的意義 最後呢 法院准以 羈押 然後呢 被告就以此為由來提起 抗告 法院呢 就以無理由 撥回抗告 在羈押的執行中 羈押執行中呢 辯護人要求 丙 撕下去 建 甲 然後呢 希望甲呢 可以 改變他的 供詞 因為甲 把 咬出來嘛 他把 咬出來 目的是什麼 就為了用毒品條例的17條 減刑啊 好 所以呢 就希望他可以改變他的 說法 檢察官S呢 獲知此事 就非常的不爽啊 他就說 那就 減附了相關的文件呢 向法院申請 限制 L 就是 辯護人接見 正在被 羈押的 E 所以你看到這邊 再去對照前面 它是不是就是一個 對應的考點 一個是受具體逮捕的被告 另外一個是 羈押的 受羈押的 E 好 所以呢 他搞的就是這樣 就是兩個 去對照說 可不可以去限制 律師的接見權 這東西 我們有沒有講過 講過啦 好 然後呢 申請 禁止 以呢 壓縮 與外人接見 這個我們也講過 34條 跟 105條的 比較嘛 34條 對於受羈押的被告 律師的接見權 可不可以限制 原則上 不能限制 但是對於外人呢 對外人 可不可以限制 可以 好 而且兩者的門檻 並不相同 所以呢 你要把這兩個條文 去做一個 對照 跟 比較 那 考試的時候 有副法條本給你嘛 好 就算忘記了你 這兩個條文 你應該要印象有考 有這個規定 才對啊 好 然後呢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 禁止 律師接見 跟禁止 外人接見 不一樣的地方 跟限制 以及條文的 比較 好 可能會有考點 然後呢 法院未經 訊問 被告 以 然後 也沒有 聽取 辯護人的意見 就簽發現 限制書 原準 限制 以 接見 這個地方 我覺得整體 最狠的 就是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這東西寫在哪裡 條文裡面看不出來 好 他在哪裡 他在立法理由 裡面 好 所以我在跟各位同學講啊 立法理由你要不要看 要看啊 他不只呢 是 他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答題 素材啦 所以 就是說 這個立法意志 為什麼立法者要定這個條文 他總是會有一些 背景 好 那你從這地方去想他的 那個立法目的 你就可以推出一些法理 這樣子 好 所以 沒有經過 訊問當事人 並聽取 辯護人的意見 就簽罰限制書 這樣子的行為 可不可以 這個是立法理由有討論過的東西 好 所以 題目就這樣而已 好 再來看小題 法院擠壓審查程序的合法性 以及限制接見處分的合法性 是不是我們看完題目 差不多 就解完了 你要這樣子 你要這樣子去看題目 你才不會浪費時間 那當我在考試的時候 我當然不可能說 寫到一半來幫各位整理一下東西 所以我一定是一邊看一邊解 一邊看一邊解 看到題目以後 確認 這些考點 我剛剛都有 看到 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這個表格呢 就是我在看題目的時候 所會想到的點 那你自己就是 養成這個習慣 因為我知道怎麼表達這個 這個動作 所以我用表格的方式來呈現 看到這句話 你要想到什麼 不管他會不會考 不管他會不會考 就是說 我們看到就想到 然後我們就複習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同學說 你要練習正大的題目 我就是在做這個動作 就練習邊看題目邊解題的一個 一個習慣 這樣你才不會浪費時間 不然你看 這個題目 我在打的時候呢 我就對照那個題目一直跳航 好 所以你看看你一定會眼睛會花掉啦 所以呢 這個表格你就回去自己看 未必我旁邊寫的說明都有在考點都有被考出來 但是這個可以幫助你複習 好 再來我們快速的 瀏覽一下 你答的部分 第一個小題是跟你說 那個 法院的擠壓審理程序的合法性分析 我們剛剛講過 檢察官距離生涯的室友 其實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他只是因為他涉犯重罪 然後呢竟然就憑空跑出來一個有逃亡之語 就有逃亡之語不知道是哪裡冒出來的 在題目裡面並沒有辦法看到啦 好 你看一下 那個 括號2的部分 括號2的部分呢 我稍微帶了一下 讓 初級老師知道說 你知道這個條文 那你寫不出來沒關係 這個就是多寫的 就是說17條第1項呢 可以 供出上手 據於檢刑嘛 但是呢 有一個實務見解 這個我們有講過 97年台上383號刑事判決 他說呢 使用毒品者的公訴 他本身的平信性 不及於一般人 尤其是說呢 他向某人購買 毒品的公訴 必須要有補強證據 佐證 去擔保他公訴的真實性 也就是說一個吸毒的人 他為了要讓自己 減輕刑度 他很有可能 昧著良心去咬出一個人 這個案子我辦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被咬的那個人就說 我們明明就是一起 一起買的啊 你怎麼會說是我賣給你的 甚至 甚至賣的人還會咬買的人說 是你賣給我的啊 好 那 目的就是為了要 減輕 那這樣子的動機呢 就會去影響到 他所講的 內容的 平信性啊 就簡單來講呢 就是吸毒的人 講的話 不太能聽 必須要有 其他的補強證據 去補強 可是你看這個題目 除了 假的 公訴以外 好像看不到其他的東西 好 那你說 有啊 他有送宴 那個尿液跟毒品 結果報告 但是你看啊 他才 他是 就是 同時進行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推知說 送宴的尿液跟毒品 結果報告在那個moment 是沒有做出來的 好就是檢察官 只能說有一個送宴 他有送宴 然後呢 但是結果怎麼樣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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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有沒有逃亡之餘 其實從題目看起來 看不出來 好 看不出來 好 而且他所有的證據 只有假的 公訴 依照實物見解 他必須要有其他的 視證 作為補強 所以 沒有 然後呢 本來用這個理由 去申請 就已經 怪怪的 好 再來呢 我們剛有談到 市字665號 解釋 對101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款 第1項跟第2項呢 就是 等一下啊 我這邊有寫錯 就是 人需省酌 就是第4頁的倒數 第2行 應該是 本法101條 第1項的 第1款 第2款 好 我寫成第1項 第2項 好 這邊 有一個 就是 打錯字 是 101條 第1項的第1款 跟第2款 好 去 認定 除了 重罪以外 是否 還有 就是 羈押的原因 跟必要啦 好 所以這邊帶了一個小小的批評 就是說 你如果都要回過頭去審查第1款跟第2款 那第3款就不需要單獨的存在啊 就沒有必要了嘛 所以你可以稍微批評一下說現在這個立法 最後呢 從提議來看判斷不出來有逃亡之餘啦 單純否認犯罪跟逃亡與否 其實並沒有辦法產生因果關係 好 這就也是說為什麼 4字665號跟你講說不可以用重罪作為唯一的 升壓室友是不是這樣 好 這個是第1個部分 再來 第2個 法院否準 L 接見被告的合法性分析 好第1個是受配偶懸認這個OK 再來第2個 就是34條的第2項有提到說 辯護人跟偵查中受具體逮捕的被告接見 只能暫緩 不能限制嘛 對不對 目的就是在保障被告的訴訟防禦卷 然後呢 本件被告以呢是通緝犯 我們剛剛有講過 只有司法警察官跟檢察官得依法 進行 具體跟逮捕 但這個部分呢 其實跟事實相違背的啦 為什麼 因為第一線 衝第一線去執行 刑事偵查實務的人 是誰 是警察 好 是司法警察 所以你說 就是一個警察衝到最前面發現一個通緝犯 結果他要逮捕他的時候說 不好意思 我要再請我們長官來 進行逮捕 這顯然與 就是與 實際的狀況相違背 但是呢 我們的法條並沒有隨著這個來做一個修改 所以我們可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帶一點批評 說其實沒有司法警察 條文沒有規定司法警察得以 居體逮捕通緝犯 實際 實則為一個立法的疏漏啦 建議呢 應進行修法 是這樣子 好 那34條第2項呢 條文指說受居體逮捕的被告嘛 他有沒有限於合法的居體逮捕啊 並沒有 所以本案 即使是一個不合法的居體逮捕 好 人不失為一個居體逮捕啦 所以呢 回到34條第2項 法院只能暫緩 不能禁止 所以怎麼樣 法官 禁止的行為就不合法 法官禁止的行為就不合法 好 再來呢 再往下看 關於月券的 的問題 那 條文跟那個大法官解釋 你可以稍微 揭露一下 再來呢 就是說 93條的第2項 這個是新修法 偵查中呢 經訓問之後 就是說 應該要 檢察官要以申請書 在24小時內 這個是哪裡來的規定 憲法第8條 然後 以申請書 序民犯罪事實 並鎖犯法條 以及證據 以及 羈押的理由 被據善本 並減負 卷宗及證物 向該管法院 申請 羈押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跟各位提過的 新修法 但是呢 保障的是 被告的資訊 請求權嘛 所以以下呢 就是第6頁以下呢 就是針對 閱覽的範圍 去做一個分析 操作上有兩種方法 這個我們剛剛都講過 只是把它用文字寫出來 你回去自己看 應該是會懂啦 就是 全部給閱呢 還是 部分給閱 然後呢 這邊有一些 就是修法的分析 有沒有 此次修法是什麼樣的模式 你先讓老師知道說 你是有follow到這一次的修法 然後 C的部分 然本文以為 立法者的考量 顧非無見 就是 這是我自己書狀的寫法 你講的有道理 但是呢 就是後面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去做一個批判 或是分析 你可以贊成 你可以反對 但是 都要付上理由 然後 在那個 小D的部分 就要進到 本案的函設 理論再怎麼說明 你還是要有 本案的函設 然後呢 就是說 把題目的狀況 帶進去 你理論的分析 跟實務的分析 然後呢 去提出 你的想法 那 第7頁的 1的部分 這個東西呢 這個是 管鍵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就是說 可以引進 電子券證系統啊 你可以省去 紙本資料 重置 比如說你在印券 然後呢 有些你可能要 抽印啊 迷風啊 或是說 你要把那個 被告的資料 block 起來啊 之類的 你可以全部 透過電腦 去進行 那個 PDF的編輯嘛 然後呢 你看你要印幾份 就同時輸出啊 這個 其實會 比較方便啦 那 其實可以配套 有一些配套措施啊 就是 影印店 進駐法院 或地檢署嘛 這個都是後續的東西 那 你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 不管這個建議 可不可行 讓老師知道說 你是有在思考 這個 制度的 運作 以及 可以怎麼樣改善 實務建設常常 就會批評學說說 你就會一直在那邊 該說 實務就會覺得學者呢 一直批評 一直批評 我跟各位講過嘛 批評很簡單 你只要一直反對 為反對而反對 就好 但是你總是要告訴我們說 這樣不行 那 我能怎麼辦 所以這個小 一的部分呢 就是在告訴 老師說 我要反對你 但是我建議 可以怎麼辦 好 就是這樣子 就是整個答題的模式呢 你就是把 現況的分析 你的想法 然後本案函設 你的建議 然後呢 簡要的用文字 去做一個說明 好 再來呢 大B的部分 提到說 好 就是 檢察官呢 有沒有 倒庭 陳述意見 就在生押庭的時候 有沒有倒庭陳述意見的 義務啦 那這個東西就 涉及到是否會侵害到被告的訴訟權保障嘛 那這個東西呢 從以前就一直在啊 這個問題就是 生押挺 檢察官到底要不要力挺 好 所以呢 這個樣子 還是可以批評 為什麼修法沒有一併的去做一個修理 問題就一直存在啊 因為積壓會涉及到被告的人身自由保障 所以對他的基本權侵害是如此強大的一個強制處分 你檢察官是發動這個強制處分的人 你難道不用出來講清楚嗎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批評 罵一下 這樣子 就是 過度的侵害被告的人身自由的保障 訴訟權保障核心的內涵 就用一些很高空的東西稍微批判一下 好 再來 大C的部分 檢察 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檢附的券證資料 有沒有意義權嗎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就會涉及到一個問題 好 就是說 偵查中 積壓審理程序中 月券權的主體 行使主體到底是誰 好 是誰可以來行使 那如果依照 4737號解釋的 說法的話 他要保障的是被告在 積壓審理程序的 資訊請求權 對吧 好他是要保護他的資訊請求權 那律師是不是主張的對象啊 主張的主體 其實 不是 好像不是律師權的內涵 但是呢 你可以換個角度來看 律師在積壓審理程序 你們知道 那個 開積壓庭都是另外 另外報價的嗎 好就是 那個 就是 裴增 然後加生壓庭 這個是一個程序 那之後進入到偵查程序 又是另外一張偽認狀 所以這個是分開報價的 所以呢 就是在當律師啊 就是 你就是負責這個階段啦 好就是說 可能從警訓 然後檢察官復訓 一直到生壓 這個三個階段 這個三個階段可能都是由你來負責嘛 那你在這個階段呢 要進到你的 實質有效的辯護 這個我講過100次了嘛 對不對 最高法院68台上1046號 刑事判例 有講過啊 實質有效的辯護 你當然必須要掌握相關的資訊嘛 否則 你 都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就進去看生壓庭 那 就是 檢察官 具與生壓的東西 你都沒有看過 你當然沒有辦法 為你的當事人 進行實質有效的辯護 所以 從這個角度切入 似乎在 激壓審理程序的 月券權的 發動主體 也可以是 律師 好也可以是律師 那小C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啦 到底要不要揭示 全部的偵查 捐證 我是認為呢 才否定說啦 過度保障被告的人權 犧牲的 可能是真實的發現 所以就看 這個沒有對錯 這個沒有對錯 你當然可以才跟我完全不同的見解 你就可以認為說 我們就是要保障被告的人權 因為激壓對於被告的人身自由侵害 過於巨大 所以應該要 獲悉所有的偵查 卷證 之後 才可以 是否有激壓的原因 激壓的必要 這個也是一種 邪法 所以你看我換了另外一種說法 又變成另外一種邪法 那這個地方呢 我是採 偏向 就是這個光圖的兩端 比較靠向發現 真實啦 就是你過度的保障被告人權 就會犧牲掉真實的發現 所以認為說 就是 居壓本質上 還是強制 處分的一種 所以 似乎不需要 減負所有的偵查 卷證 這個是我的 想法 你當然可以有不同的見解 這個都OK 但是要付理由 有沒有很重要嗎 再來呢 第二小題 括號2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我把它分成兩 分成三段來寫 就是說 第一個 限制律師接見的部分 限制律師接見的部分 那你條文一定要引出來嗎 34條的第1項 辯護人接見激壓中的被告 非有適證 請你把非有適證 這四個字 劃陷起來 族政其有 因面偽造 編造證據 或勾穿 共犯或證人者 不得限制之 就是 我們說不要抄法條嘛 但是你可以大概的 寫一下 那 倘若呢 有法定限制 接見之 是有 也就是 有 市政 族政嘛 我們剛剛講 市政族政 就是有 法定限制 接見的 是有 依本法 34條之 應用限制書 並詳細 記載 同條第2項 所列之事項 你不要真的去抄法條 不要去抄法條 就大概寫一下說 依照34條之 第一要用限制書跟記載相關的事項 然後呢 查 這個 這個查呢 其實是我書狀會這樣子寫啦 那題目你可以不用 這樣子 去 去做啦 就是說 你寫查 就是讓老師 或改題的 或法官知道說 你要開始 含涉事實 所以 這個地方就可寫可不寫啦 你可以用查 或本題 本件 都可以 然後呢 辯護人要求丙 私下跟假 見面 希望假 改變說詞 就是說 好像 看不出來 辯護人有要 串正的 市政 因為 他只是 這樣子 建議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建議呢 因為 如果 就是 假改變他的說詞 說 賣 毒品給他的人 那就不是 乙了嘛 對不對 所以乙好像就可以從這件事情裡面解套 而單純的只有 試用毒品 那試用毒品大多數 都是用還期訴或行政財法 就 處理掉了 所以 試用毒品在台灣是 相對 不那麼重的 一個 一個 行為啦 那販毒很重喔 我有好幾件 他販毒 你說販毒好像賺很多 沒有 他都那種 一克兩克 0.1克 那樣子在賣 你問他說 你賺多少錢 不到1000塊 被判 我有一個案子 他就是 分很多次 賣那個 那個 那個 甲基安非他命 結果呢 分很多次 他的利潤 只有不到1000塊 不到1000塊 結果他被判 被判10年 很可怕啊 就 為了不到1000塊的利潤 然後呢 就要被判10年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販毒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在律師的立場 他當然會希望假的說詞改變啦 只是這樣有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是不是就 確認有 串政的 市政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我認為還有一段距離啦 因為 條文是跟你說 非有市政 族政嘛 所以必須要具體的 證據指出 有串政或其他狀況 才可以去限制 但是 檢察官只是 獲之上情啊 好像從題目 記得喔 是從題目上 可能 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 你是實際上的個案 可能有 只是你的當事人 沒有告訴你 因為 你在當實務工作者 你不可能站在一個全知的角度去看一個案子嘛 就是說 就題目來看 好像沒有具體的 事證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並不能去限制 接見 受雞壓制 被告啦 那你後面至少也帶一下 說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任意的限制 就是為了保障他能夠受到律師的充分協助嘛 原則上 不得限制之啦 那最後再提一下 說 本文認為 吸毒者跟販毒者之間 互咬的情形呢 所在多有 為求行之減輕呢 可能會污止他人為其上手啦 那 辯護人 L呢 為了未以辯護 當然會希望 假能夠改變正詞 這個我們剛剛有提過 好 那本文認為 L的做法呢 縱有瑕疵 我們沒有說他這樣子做是對的喔 就是雖然有瑕疵 但是這個瑕疵 尚未達到得以限制接見的程度 故法院不得前發限制書 這個是我的推論過程 所以我每一個推論都是有覆據理由的 就是說為什麼是這樣子 然後你去做一個 就是說明 讓老師知道說你是為什麼得出這樣子的結論 這個是第一個 限制律師接見 再來第二個 限制外人接見的部分 你就要看105條 105條 羈押中的被告得接見外人 但法院如果認為有 阻止其脫逃或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 知語者 請你把知語者 畫個底線 什麼叫知語 就是有發生 未必有發生 就是有這樣子 以上情況的 可能 所以未必真的有這件事 得以檢察官去申請 會依職權命禁止 就是禁止接見外人 所以你從兩個條文去做一個 比較 34條跟105條 然後 兩條文去做比較 對外人的接見 是比較 寬的 限制上是比較寬的 那律師的接見禁止呢 是比較嚴格的 為什麼 你要去想啊 為什麼是這樣子的規定 就是因為 羈押中的被告 受律師協助 4字654號解釋 有提到嗎 受律師協助是 憲法所保障的 訴訟權核心 所以對於律師接見的限制 相對 一定是相對 比較嚴格的 所以你想通以後 這兩個條文 就不會搞混 那 就是說只要有勾串 共犯或 忍之 於者 就可以 予以禁止 那因為這個不涉及 與辯護人之間的溝通 所以呢 並非訴訟權保障的範圍 那 丙跑去接見甲 可能 會導致甲的 供詞 因而有所改變 那 除了上情 檢察官為了避免被告的供詞 受到他人不當之影響 自得以法限制 外人之接見 那這個部分呢 有學者認為說 105條的 規範對象 限制對象也要包含 律師 那這個地方 其實我就不建議同學 寫這個見解 因為 律師的規定 已經規定在34條 如果律師同時 受到34條跟105條的規定 就會變得很奇怪 那到底是可以限制 還是不能限制 所以這個點 我有想到 但是 就是會把這個題目 開花了 我就 把它捨棄掉 這個部分 就沒有寫在這個 裡面 原則上34條是針對律師 105條是針對外人 就這樣子去記就可以 兩種去做一個 比較 再來呢 法院呢 在未經 訓問 已跟 L的情況下 簽發限制書的 合法性 分析 好 這個東西呢 你看一下 括號1 這個地方真的很 他考的是 立法理由 所以你大概把 我幫各位把立法理由 做一個摘錄啦 那你可以稍微 参考一下 好 那第二點呢 就是說 開始進入本案函社嘛 對不對 就是 法律效果呢 就會使得 羈押中的被告呢 沒有辦法 與律師接見 獲得律師的協助 進而行使 訴訟防禦權嘛 所以呢 好 就是說 對被告影響 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 立法理由就認為說啊 就是說 生押亭呢 好 並不是認定被告 有沒有罪啊 我只是 裁定是否 因與羈押嘛 跟 是否成立犯罪 還不到啦 還不到有沒有 成立犯罪的 那一步 好 所以呢 好像 就是 當事人跟辯護人呢 好像 並不需要 並不一定需要 可以在場 表示意見 好 所以那這個地方你就可以 批評啊 就是說本文認為呢 這樣不OK啊 因為你影響我那麼深耶 好我可能就會 就是說我要被關在 看守所裡面 我必須跟我的家人朋友分開 我不能去工作 然後呢 那個 時政研究指出 受到羈押的 被告 被判有罪的機率 高於未受 羈押的被告吧 好所以 種種的因素呢 羈押對於被告的 權力影響 非常非常大 可是你卻不讓我的 當事人跟辯護人 在場表示意見 其實已經 實質侵害到 我的訴訟權 好所以呢 你做一個批評啊 應該要賦予當事人 及辯護人在場表示 就是意見之權利 方為妥事 所以你這樣子寫 就 我覺得算很完整了啦 就基本上都有批評到 最後 補上一個 就是說 就是說法院這樣子做 未經訊問被告 也沒有聽取 辯護人L的意見 就簽發限制書的行為 如果違法 很多同學法律效果 會寫到 抗告去 好那這個部分 因為 416條的 第1項第3款 有針對 就是限制書的 做成處 做一個 規定 所以依照條文 是416條 第1項第3款 提的是准抗告 不是抗告 好很多同學在這個地方 就會寫錯 這件簡簡短短的 帶一個 救濟的方式 就讓 會讓出題老師覺得說 你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因為題目只跟你說 合法性分析 那你最後有帶一個 救濟管道的 像是提示 或做一個 小結尾 這樣子題目 就會很完整 這樣可以嗎 這個題目大概就是 是這樣 我絞盡腦汁 我昨天 昨天打到半夜4點多 天都快亮了 然後去睡一下 早上9點多 又接著去開庭 真的 非常非常疲憊 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是這些啦 然後 其實你說很難嗎 都是新修法的規定 那其實也沒有超過範圍啊 然後立法理由本來就是你應該要讀的嘛 好 那剩下一點點 律師的考勤分析這個你自己看就可以了 那 11頁以下 是重要的考點的提醒啦 那這個東西呢 不要太緊張 都是我們講過的 我不喜歡在考前再給你新的東西啦 那這些呢 稍微點一下就好了 第一個 104台上 3178號判決 被害人告訴人刑法 或特別刑法規定 得減免 得要減免 刑責優惠 遺受誘導 幼童秘密證人 等等 因為他的陳述 虛偽 危險性 較大 未避免 就是 嫁禍他人 除了 一句 交互結問 等等 方法外 他必須要有補強證據 增強其陳述之平行性 所以 有沒有看到跟之前有個很類似的 我們解到的嘛 就是 食用毒品的人 他所講的話也要有補強證據 那 選這個實物見解的理由是因為他把所有 應該要補強的證人 全部都寫在這裡面了 被害人 告訴人 其實被害人很多時候都會告訴人啦 就是說 他們是 請向使被告入罪之人嘛 所以 他們講出來的話呢 就 可能會不利於被告啊 然後呢 小朋友啊 就是 秘密證人之類的 很有可能會受到他人的 誘導 我們講過 我有一個當事人就被社工誘導嘛 這個都講過啊 所以就是說 這個判決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再來 對職 對職 這個東西我們也提過 就是說 對職跟結問 在林玉雄老師的體系底下 質問 對職結問權 看起來好像是同樣一個權利啦 但是其實在法條裡面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 對職者 跟 被對職者 他這個角色是可以互換的 而法院作為公正的 第三人 作為一個純然的聽誦者 他就是一個命對職者 所以這個結構 講義上面我畫給你們 那個對職者跟被對職的角色 是可以互換的 所以是 證人跟證人對職 證人跟被告對職 被告跟被告對職 或是被告跟證人被職 這個都是 可以的 那重點在於說 他跟 結問權 證人的意同 就是跟 對職跟結問到底有哪些 不一樣的地方 幫你整理在這個地方 就是 與結問權的比較 好 再來 我一直都說這個判決 蠻有可能會考的啦 就是說 還起訴的撤銷 103年台上 3183號判決 好 依照我國法253條之3的規定 撤銷還起訴 必須要限於法定事由 才可以撤銷嘛 那 撤銷還起訴的規定呢 蠻有認為 應該要做一個 目的性限縮解釋 好 那帶各位看一下好了 253條之3 條文你看了一遍 你大概就能夠懂了 好 253條之3 被告在還起訴期間內 有左列行刑之1 可以撤銷還起訴 然後呢 繼續偵查或起訴 第1款 在期間內 故意更犯 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罪 經檢查官體 公訴 第2個 還起訴前 因故意犯他罪 而在還起訴期間內 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 或者是第3款 違反 253條之2 第1項 各款 所應遵守 或履刑的事項 那這個 就是這個實務見解呢 他提的是說 如果被告應 故意更犯他 更犯他罪 好那 好像就可以 就是你看第1款 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提起公訴 好就可以 只要提起公訴 就可以 撤銷還起訴 那這個實務見解是說 起訴不代表有罪啊 好 那 你起訴之後 如果有罪判刑 確定 那你因為這樣而撤銷還起訴 OK OK 好這就沒什麼問題 可是如果你起訴之後 判決無罪 確定了 那你就反過頭 那根本就不應該撤銷這個還起訴 所以這個實務見解提到的是說 如果你應故意更犯他罪 而這個 經檢察官具體起訴 的犯罪事實 最後獲得 無罪確定 就反推這個還起訴撤銷的處分 自使存有重大的瑕疵 應該是一個 違誤 就是一個違法的撤銷還起訴 所以這題目真的很適合國考 真的很適合 在國家考試裡面考出來 好 再來呢 意義審判長的 這一個 105年台上 1154號判決 就是說 對於結問的內容有所 不滿 就是認為說 審判長有不當的誘導的時候 你必須要及時提出意義 好 因為這是有時效性的嘛 你之後 你沒有 及時提出 好 就是你沒有 然後馬上提出這個瑕疵就會因此而被治癒之後 就不能再爭執 除非 好 這個是原則 除非呢 這個瑕疵呢 是涉及到訴訟權的保障核心 好 是涉及到訴訟權的保障核心 好 才可以 不受及時提出意義的限制 就是你 事後提出意義 也可以啦 好 再來 大重點 負判權之保障 兩個實物見解 106年台上 162號判決 以及 市字 752號解釋 這兩個實物見解 拜託同學 靠前 給他一個機會 好 一定要把他看過一遍 一遍啦 相關的整理都在這裡了 好 那原文你回去看講義 好 原文我就 沒有附在這個裡面 這邊只有附上整理的部分 好 兩個判決 好 那 請同學 一定要花時間去看一下 好 再來 翻過來 14頁的 部分 不放心 講一下好了 好 那個 12頁的部分 就是 最高法院的這個106年的判決 肯認被告受有實質負判權的保障 然後他是從兩公約裡面援引進來的 好 那 受有有罪判決的刑事被告 重點在這裡 除非是因為可規則於自己的事由 而喪失上訴權 好 例如持五上訴期間 好 現在什麼都有可能考啦 上訴期間 刑事案件的上訴期間是幾天啊 10天 好 10天提上訴聲明 20天補上訴理由 好 這個 這個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你一定要自己算 你不要交給助理算歪 助理算錯了怎麼辦 好 所以 10天出上訴聲明 20天補上訴理由 好 如果你沒有在10日內出具上訴聲明狀 好 那這個案件就會怎麼樣 因此而 確定 好 那判決 這個判決告訴你說 除非是這種狀況啊 你自己算錯 那個上訴期間 好 然後呢 沒有在法定10日內 好 提出上訴聲明 好 或者是 好 依照刑事訴訟法45-1 第2下45-10 第1項前段 有關 不得上訴的規定 好 那 就是說 你 這個 不得上訴的規定 你之前已經讓被告了解到說 第一審法院呢 就已經是最後一個審級了 好 那 在以上這些情況呢 你的正當權益 並沒有受損 否則呢 受有有罪判決的被告 原則上 應受一次 實質有效 上訴救濟機會的保障 好 所以原則上 應受一次 這個一次是重點 必須要有一次實質有效 上訴救濟的機會 就是我們必須至少給他一次 好 救援的機會嘛 好 那 再來呢 第二個 這就比較小一點 我們之前有提過呢 上訴二審 應付具體理由嘛 有關具體理由的實務變革 我們都整理給各位過了 好 但是因為 那個考點比較 舊一點了 所以就 沒有放在這一份 講義 你還是要會喔 好 關於上訴理由 怎樣才算具體 好 我們整理過了嘛 就是王道寳老師所認為的 填補上訴二審的鴻溝 98年台上5354號判決啊 這個就是有去做一個整理 去看講義都有 進而 將上訴二審所應 具備的具體理由放寬到 只要不是 抽象空泛的指摘就可以 好 這是106台上162號判決 他所揭示的一個原則 好 那 剛剛想到的一個點 就是說上訴期間的起算 是怎麼起算 好 這個起算點呢 必須要以 被告收判日 為準 好 就是被告收到判決的 那一天開始起算 好 所以即使你的辯護人 先收到 或者是晚收到 印象中有題目考過啊 就是律師晚了被告一天收到 然後他沒有去確認說 被告收到判決的時間 是哪一天 他就以事務所的那個蓋收文章的時間點呢 認為是 被告應該也差不多啦 然後去起算上訴 那個上訴的期間 結果他就預期了 好那問本案該怎麼做 好那 這個東西呢 你出來當律師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因為你 因為職務上訴期間 而被上訴駁回 這個是會被立稿式駁回 換言之 他連看都不用看 就說你這個 已於上訴期間 好但是就我自己的做法呢 好如果今天這個當事人 一審沒有委任我 好然後呢 他二審 他要上訴二審 才來找我的時候 好 那 我就問他說那你什麼時候收到判決嗎 好你什麼時候收到 他可能會大概跟你講一個時間 好啊這個時間你參考就好 比較保險的做法呢 打電話去法院 問一下 原審的 書記官 好他那邊會有回職 好以那個為準 好因為法院在駁的時候 也是用 那個券內的回職 去做一個 裁駁啦 好所以呢 去跟書記官 打一通電話 可以省了很多事 好跟書記官去認一下 他什麼時候收到判決的 好然後呢 去算上訴期間 這樣就比較不會錯 好這樣就比較不會錯了 好 再來 世字752號解釋 講的是376條 有教各位 背過嗎 三切清之下背孔 這樣嘛 但現在考二事 你也不需要去背八條了 好 那 呃 就是 呼應前面那個實務見解 至少 應給予一個受有 有罪判決的 被告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啦 好 就是 至少應給他一次 好 那 江三寅老師就有提到 他說 你一審有罪 然後二審 假如是 加重其刑的話 好 假如是加重其刑 好 江三寅老師認為說 應該還是有所適用啦 因為二審相對於一審 的結果 還是比較嚴重 比較不利啊 至少應該要給予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 好 那當然 如果考到這個部分 加重其刑 有沒有 此原則就適用 你當然可以採跟江三寅老師不同的見解 這個都OK 好不好 就是說你付一個理由 你就認為說 你一審有罪 然後我已經給你二審啦 那二審就是一個救濟的機會 所以即使二審有加重其刑 也不應該開這個例外 讓原本不能上訴三審的案件 因為這樣就可以上訴第三審 這個是 否定詹三寅老師的說法 好 我們都覺得在行律訴訟法的課程當中 講詹三寅老師好奇怪喔 好 再來 一審判決無罪 二審呢 撤銷原審判決 而自為有罪判決者 好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 願是否違憲 所以這個地方關鍵就在於 是不是 第一次 受到有罪判決 好是不是 第一次 大寡官傑是認為說呢 因為 一審無罪嘛 那二審呢 把這個無罪判決撤銷掉了 好 然後呢 去做 改判有罪 所以這是 第一次 這個被告受到有罪的判決 所以你要給他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 所以要讓他可以上訴第三審 好那為什麼 好 為什麼 不是給予他特別救濟程序呢 因為 事實審 普通救濟程序 跟特別救濟程序 還是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那你就要回到再審跟非常上訴的目的 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好 不足以替代通常上訴程序 但是你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 原本不得上訴三審的案件 三審 現在 肯認 因為他二審才受到第一次的有罪判決 而讓他上訴到第三審 第三審不會因此 變成事實審 這個是重點 好 第三審還是法律審 第三審還是法律審 再來第二 一審判決為免訴不受理 二審為有罪判決 好 是否有所適用 好 那免訴不受理 其實也就是 因為程序 程序要件不具備 或是訴訟條件不具備 所以才有的判決結果 那二審的有罪判決 就是可能補足了這些 一審不具備條件之後 去下了一個有罪判決 所以就這個狀況去看的時候 也是 第一次受到有罪判決 所以 黃昭仁老師 就認為說這個時候 應該得以類推適用 應該得以類推適用 刑事訴訟法的草案 各位同學 你要讓初學老師知道說 你有在follow 實務的脈動 已將無罪免訴不受理 以及管轄錯誤的判決 都列在 可以提起 三審上訴的範圍裡面了 再來 第三個 二審有罪 上訴三審之後 發回更審 所謂的 有罪判決 是否可以適用 那 黃昭仁老師就認為說 二審 被判有罪 然後上三 再發回 這個有罪判決 已經是第二次的有罪判決了 所以第二次的這個有罪判決 已經上訴三審 有沒有適用呢 因為事件的案子 只涉及到 第1款跟第2款 但草案呢 已經將 376的第3款 就是第7款 都納入範圍 好 最後一個小小的點 就是說 公務員懲戒呢 一審就終結了 也就是說這個 制度的審級 原本就是規劃只有一次 一審就終結 那 有沒有 這個原則的適用呢 解釋文裡面 並沒有提到 所以考出來 我覺得也不錯 結合行政法 你可以稍微去帶一點 批判 好 然後 救濟的教訓 這個可以自己看 好 再來呢 106年第12次的 刑廷決議 好 這個東西呢 就是有幫各位 整理出來 決議踩的是 以說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扯 但是 最高法院就這樣子 你不一定要 你不一定要 肯認最高法院的見解 好 先說 不一定 就是說 強制辯護的案件呢 如果 一審辯護人沒有為被告代賺上訴理由的時候 法院到底可不可以 程序上駁回啊 假說呢 你就是認為 因你適當的方式呢 提醒被告說 你可以叫一審的辯護人幫忙寫啊 好 你說 叫你一審的辯護人寫啦 那如果法院呢 沒有提醒 或是 辯護人 閉笑啊 當作沒聽到 二審呢 就應該幫他指定辯護人 為什麼要幫他指定 因為他是強制辯護案件啊 好 就說啊 算了 你一審的那個律師太爛了 好 那二審我幫你指定一個 好 那請二審的這個辯護人 提出具體的理由 那 這樣看起來是最保護 被告沒有錯啦 但是二審呢 畢竟是一個 二審的律師是一個新加入的角色 好 那 他對於一審案件的進行有時候 會不如一審律師所知道 因為開庭是他去開的嘛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讓一審的辯護人來代賺上訴理由 因為 案子是他打的啊 所以他應該最了解狀況 程序或實質上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也應該是他最知道啊 那 當然他實際上是不是知道我們就不知道啦 好 再來 以說 以說就叫 自認倒楣啊 你一審就有請律師啦 那上訴理由就應該讓他寫 如果你二審 沒有 就是 就是你沒有提出上訴理由 我們二審呢就 程序上駁回啦 你一定要知道可以叫一審來寫啊 那 二審法院 並沒有另外指定辯護人的 義務跟必要啦 直接程序駁回就可以了 第三說 秉說的部分 那 你沒有覆蓬 你沒有覆蓬 你沒有覆蓬具體理由 我們應該溫柔且 其實我覺得會有一些問題啦 當然你也可以做一個批判 所以 這三種說法 總理給各位 那在 考試如果考出來 你可以就是 略帶批評 並表示自己的意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拆體 已經盡力了啦 就我覺得 比較有考向的一些 考點 都幫各位帶了 但是因為我現在還要趕著 南下 那 可能就沒有辦法回答同學的問題 但沒關係 你們可以 寫email給我 或者是說 把你們的問題呢 就是 像是私訊給度相的粉絲頁 也可以 然後 G哥會把問題轉給我 會再來回答同學的問題 那因為剩不到幾天就考試了 真的不要自己嚇自己啦 你現在就開始催眠自己 我沒有念到都不會考 念到的 考出來的都是我念過的 好不好 維持 作息的正常 不要再去看一些 有的沒的新的資料 嚇你自己 好不要這樣子做 好 那 考試就加油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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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